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聚精会神 你绝对开不了那个会 你要单纯从厚德志 知的方面 靠你背 靠你记忆 靠你经历 这个很慢 只有聚精会神 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发你的会 为什么聚精会神可以开发你的会呢 很重要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个在我们传统的修炼方法是归业 教理行政 佛法有教 有道理 理 有行 行就是去实践 正就是获得结果 在教理行政里面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弃 卖 明典法 什么叫弃 明典法 就是你如何能够把精锯起来 变成神 大家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精神 是决定你这辈子是否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人整天精神萎靡不振 天天昏昏沉沉 这个人能不能大富不大贵 他大富大贵就怪了 他整天昏昏沉沉 脑子一盆酱乎 什么都理不清 让他做财快被开除了 让他做文员被开除了 让他做什么他都被开除了 因为昏昏沉沉 脑袋晕晕 领导说什么他没听到 一做就是错 这种人他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怎么能够生存 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存的 什么原因 精神不饱满 精神萎靡不振 这里面有个精 有个神 这在成语里面叫聚精会神 也就是说你的神要灵 叫神灵 叫神明 你要聪明 你要灵敏 你要神灵 你要神明 你要聪明 你要有智慧 要怎么做呢 要把精锯起来去绘画成神 这在修炼中叫弃脉明点法 我之前一直找不到佛法中 怎么去激进灰神的方法 是我跟了恩师满意上师之后 他是藏传大圆满佛法的传承人 他给我介绍了大圆满 大圆满里面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 在圆满次第法里面 他居然有气脉明点的修炼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传统的经络学说 经络里走的是气 大家知道针灸 按摩 脚底按摩 这些都是走的经络 走的穴位 我们要把自己的经络修通畅了 气满修通畅了 你里面的物质的传输才通畅 你原来是个小细线的通道 最后修成一个手指粗的通道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流量就大 流量大以后 你的速度就快 大家知道现在的光缆 现在你们用的internet的速度 它要靠光子流量 流量越大 你的传送速度越快 接受速度越快 那你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 说你的气脉顺畅 流量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传输给你的能量就多 有了充足的电能 你的灯就比别人亮很多 你就明了很多 你的无明就破了 所以你就聪明了 这个就是神明了 神灵了 这个孩子真灵 真机灵 别人想不通的事 他一下就想通了 所以这个叫灵 说会是什么 会是灵 会是神明 会是真正的聪明 他必须使自己的心 大家看那个会字 下面有个心字 心字上面还有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跟大雪的雪字的下面是一个结构 大家会写大雪的雪吧 雨雪 我听说咱们新加坡只要求会三千个汉字 你们不会只会三百个吧 这个我看你们经常给我发的简讯 都是错别字连篇 这个我们基本上到小学的时候 才纠正错别字的 到中学就不用纠正错别字了 但是大家要会写字 汉字里面有秘密 这个大雪的雪 我写给你们看算了 这跟大雪的雪字下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雪有个特点 我们经常形容说这个白怎么白 雪白雪白 雪白雪白是一种什么样的白呢 是推开门窗在晚上的时候 雪地里一片明明亮亮的那个叫雪白 由大雪迎出来的白光叫雪白雪白 所以这个雪字的下面这个结构 它告诉我们这个结构会发出一种光 这种光是这种白 这种白它有一个特点 清凉不要眼 它里面雪地里的这个光 太阳光大家知道亮不亮啊 亮 但是热不热啊 热 所以它就是一种太阳的光 所以它就是热的 但是这个是清凉 因为大雪迎出来的光 它是清凉的 这是一个特性 同时它也亮 但是它的亮要不要眼啊 不要眼 所以它清凉不要眼 不会晃你的眼睛 这就是雪白的这个特点 雪白的这个特点在我们的会里面用了大雪的雪字 也就告诉我们的心透明了的时候 这个透明的时候你的心首先是清凉的 清凉懂不懂 很凉快 很凉快 你燥热的时候变得很凉快 很清凉 你的心是清凉的 又清凉又有光透出明亮又不要眼的光 这个就是你的心上透出这种光之后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产生丰富的想法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就有智慧了 胡说八道 你们以为智慧就坐在那插一个想法插一个念头插一个什么 那个叫胡思乱想 你的心不定 心定不下来哪里会开智慧啊 所以老师这两个丰收的丰是啥意思 那不是一个丰不足以说多 还说更大的丰收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历书 后来演变成今天的现代汉语 实际上我是大学学中文的 所以我们中文系里面 对这个字要研究 字是怎么造出来的 到底这个风字是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告诉大家 这是释迦牟尼大脑中的想法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 看到了我们的大脑结构 是两半的 你看你长了几个脑袋 几个脑袋 两个脑袋 都晕了 我发现 你长一个脑袋 里面两半大脑 你怎么长两个脑袋 那不成妖怪了 咱们不要学佛越学越糟糕 这个学糊涂了 每个人都长了一个脑袋 两半大脑 在这个脑壳里面 脑子是两半的 脑子两半中间有个缝 中间有个缝 所以我们现在 医学告诉我们有脑电波 你现在看到脑电波了吗 这个脑电波如果是一直停不下来 你要去精神病医院看看 胡思乱想胡思乱想 最后就狂想症什么症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大脑要休息 如果是一致的疯狂的放电 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这个事情做啥事办不成 他有点轻微的脑电波异常放电 我们叫异常放电 正常放电我们可以控制 我想让他停下来 他基本上不停下来也可以 所以基本达到一个静的程度 但是不能让大脑停下来的人就很可怕 基本上你们看到精神病患者就是这种形状了 你越不让他说他非得说 你给他任何指令他都不听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这个就叫异常放电 大家看到的智慧的绘字上面的双方头 现在知道是什么了吗 脑电波 这个脑电波没有乱放电 它往一个方向放电了 它往哪个方向放电了 它往中间的会自下面大雪的雪的地方放电了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又回到了心里面去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脑电波最后归在心里面 不动了 没有异常放电 不动了 这个时候就是会定了 所以说我们学佛法要学什么 学佛法最高的成就是智慧 最高的成就是智慧 不要搞错了 因为我们人生如何是由智慧的高度决定的 真正要学佛法 要做佛教徒 佛教的徒弟 不是宗教的教徒 你要做这个佛的一样伟大的一个实证者 一个实现者 你一定要做好他的徒弟 做他的徒弟 释迦牟尼是怎么样成佛的 他是因为会而成佛的 他的智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所说的经典2500年到今天还没有被推翻 这就是因为他具有了最高的智慧 所以我们学佛做佛教的徒弟 我们要把佛教徒这个名词很饶嘴 但是还要把他告诉佛教的徒弟 那么我们就要纠正自己 不要再搞迷信 不要再搞崇拜 因为一个真正的导师 一个真正的老师 他要教一样东西 就是教你如何的成佛 如何的变成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伟大的人 这就好比一个中学老师 他教学生的目的 就是如何让学生能够上大学 上大学 就这么一个目的 没有其他的目的 没有说老师上高中去教高中生 就涂了你每天送两根香蕉 两杯茶水 还有呛死人的蜡烛 还有熏死人的带着化学味道的香 所以你们拜佛的心态都有点扭曲 我们拜佛真正的佛教徒弟拜佛 是在仰慕佛陀 说哇 伟大的佛陀 我要跟你一样 我要跟你华山论剑 你能够成伟大的导师 我也要能够成伟大的导师 是我们由信而仰慕 这是真正的信仰 由仰慕而成为它 因为它是你心中的偶像 它是你的理想 这是真正的信仰 这是作为一个徒弟对师父的真正的爱 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 对这些观世音菩萨这些成就者 是一个真爱 是一个真信而仰慕而希求 跟他们成为一样的尊者 成为一样的千秋不坏的明去努力 你要达到这个结果 你现在的智慧不行 你要智慧行的话 你做什么事都是成功的 所以你必须去开自己的智慧 怎么样才能开自己的智慧 是我们人体有三个地方 是人不能够控制住的地方 你如果把这三个地方能够控制住以后 你就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绝对的成为超人 是人能够控制住的地方